20年前 法国加莱海峡省的一金属冶炼厂 因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被关闭 近日 一项环境调查结果显示 虽然工厂已经关闭多年 但对环境的破坏力丝毫未减 土壤中的铅含量严重超标 当地居民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几十年来 这家金属冶炼厂 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重金属 包括铅和隔 该冶炼厂2003年关闭时 这一地区被认为是法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如今野炼厂已关闭近20年 调查团队对附近地区的土壤进行采样分析后发现 土壤中的铅含量超过正常范围的3到5倍 此外 调查人员还对29名学生的头发进行检查 发现学生们早已暴露在铅污染的环境之中 在法国 估计有5815名儿童受到天中毒的影响 这是一种影响神经发育的疾病 会影响智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 有5815名儿童患病 有当地居民表示 他们搬来时金属椰炼厂早已关闭 也并未被告知迁污染如此严重 现如今得知情况如此糟糕 令他们深感不安 我们2010年来到这里时 这家工厂已经关闭了 我们没想到污染如此严重 我们确实非常担心